在滴滴玻璃的街头难以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饭馆大都歇业 提取现金的ATM几乎全部受损 大约三分之一的老百姓逃离首都 摘月里北约对滴滴玻璃的空隙没有停息 而这也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战情绪 连续几天都有大批民众走上滴滴玻璃的街头 参与由政府组织的支持卡扎菲集会 原来是为净化心灵和宽恕别人的摘月变得不再平静 摘月的第一天班加西没有战火 但是在与政府军正面交锋的前线资历坦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战地后方轮替下来的反对派武装人员 忙碌着为前线将士准备日落后的开摘饭 他们将披萨饼各种馅饼和果汁饮料 用碎冰块保鲜之后送往前线 虽然面临敌方炮火和进食期间体能消耗的双重压力 但是反对派士兵们说 摘月更坚定了他们战斗到底的决心 如果没有入住整夜的一夜 而你会boom在这状态中心的决心 然后你没有喝和你没有什么都在你的腿 你就会感觉累死了 这些人都不觉得任何事 我觉得他们的心疾是快速的 因为他们也等待在前线上去的阶线 the government soldiers only a few hundred meters away beyond this front line have been ordered to recapture misrata these men expect to be in tripoli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so there's no doubt that this ramadan the fighting is only going to intensify jack barton cctv is litan